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呈现出来的结果的意义是什么 最后我们要请同学试着来做一份这个人口金字塔的作业 好 首先我们要请同学来决定你的分析类型 你究竟想分析什么类型 我们来讲一下 有关于这个人口金字塔的分析 其实你可以运用在两种不同的研究上面 假设您对人口的研究是很感兴趣的 那么你光是运用人口金字塔 你应该就可以拿一个硕士学位了 好 来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分析的类型 分成两种类型 第一个呢就是比较同一个地方 它在不同时期 这个人口的变化 比如说台湾的民国36年 然后呢跟民国107年 拿来做比较 也许你就可以怎么样呢 做一篇小论文了 再来是比较同一个时期 不同地区 它的差异在哪里 比如说我们可以同时去比较 民国107年 在日本 在台湾 在南韩 在菲律宾 这四个国家 那么他们的人口金字塔的 这个趋势 趋势向呈现出什么样子来 然后进行比较 接着呢 我们就要进到统计人口数据 以及换算成百分比 好 首先呢 我们必须要先讲一下 我们必须把你要研究的对象 它的数据先抓出来 比如说 如果你只是想研究一个国家 或一个城市 或者一个村落 或者是一个乡镇 那么无论如何 你都需要先做这张表格 先把人数数据先抓出来 那数据抓出来之后 你把总数总结起来 总结起来之后 再去算每一个集聚 那一些人 在他的集聚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多少 而且我们要特别 请同学注意哦 当您在统计这个人口的数据的时候 一定要务必把男性跟女性分成两个 这个数据来进行 这个计算才可以 因为人口金字图呢 他必须是用男性跟女性的这个 分两个的做法来进行 所以请务必一定要分成男女性的人数 来做依照集聚分成男女性来做统计 然后统计之后呢 再把这个比例 百分比算出来 全部的这个表格完成之后 你几乎就已经花了很多很多的功夫了 好 那么完成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来画几句 以及划分年龄层 首先我们先画年龄层 年龄层就是0到14岁 这个是幼年人口 再来15到64是壮年人口 65岁以上叫老年人口 那这样的一个人口阶层分配好了之后呢 也是未来我们把这个数据呈现出来的时候 要去看他的结果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但是呢 接下来就是要划分几句了 人口金字塔图在绘制的时候 他的这个年龄几句是每五岁作为一个几句 所以呢 我们会看到幼年人口就分成了三个几句 0到4岁 5到9岁 以及10到14岁 这个就是幼年人口 那再来就是重年人口的几句 然后再往上就是老年人口的几句 每五岁一个几句 我们把这个图表都画出来 你就知道说如何去识别你所产生的这个图表跟数据 接下来我们来开始看呢 这个绘制的方法 请注意哦 绘制的方法一定是男左女右哦 那我们现在特别用颜色来标注男生是浅绿色男生是浅蓝色女生是粉红色的 然后呢 我们现在把这个左右都分好了之后 我们把刚刚已经 已经换算好的这些数据 用百分比的方式的数据 把它向叠积木一块一块的依照每个几句的差异跟每个几句几句的数据把它叠叠叠叠上来 那我们就会看到这一张所谓的人口金字塔图 好现在呢 我们就当你这个积木都叠完了 对不对 我们就要开始去思考 那么这一个金字塔图 金字塔图呈现出来的结果跟它的意义代表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了 现在我们来看了 如果以台湾是民国36年台湾人口资料为例来看了 那这个民国36年就是西元1947年 也就是228事件发生的那一年 我们现在也把这个人口几句 还有这个数据 通通都一个一个的把它放上来 那现在我们要来看的就是 你看到我们现在这个人口 这个金字塔图呈现的是一个比较接近什么 等腰三角形 对不对 好那这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呢 这代表其实它接近了某一种典型 我们现在就来介绍这三种典型 好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在人口的金字塔图当中 有三种是非常典型的 一个叫低字 低金字塔图 第二个叫高金字塔图 第三个叫蛋头型 这三种分别不同的形状可以辨识 第一个是等腰三角形 第二个接近水滴状 第三个接近一个蛋头的形状 那么我们必须讲 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数据 台湾其实民国36年的时候 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所谓的低金字塔形的 这一种人口的结构 那到了 其实台湾到了107年 再重新看我们台湾的人口数据 已经变成的是高金字塔形了 OK 那这三种类型 其实代表着三种不同的社会意义 就是它的国家的社会力跟经济力意义是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一一来说明 人口金字塔的类型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个是低金字塔 第二个是高金字塔 第三个是蛋头型 我们一一的来做介绍 低金字塔呢 出生率跟死亡率都非常非常的高 那么它的年龄层呢 主要都是分布在 它的分布现象呢 可以看到的就是幼年人口多老年人口少 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会观察到它的社会经济现象是 小孩子很多 壮年负担非常非常的重 而且人口素养非常非常的低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 多出现在经济落后 未开发的国家 比如说像印度 第二是高金字塔人口类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 他们的生育率会迅速的下降 而整个年龄层的分布情况 它显现出来的特征是 幼年非常的少 而老年非常的多 就是越来越多 这就是所谓的少子化社会 还有就是开始进入了所谓的高龄社会 那么整体来说 社会跟经济的现象会呈现出 小孩非常的少 然后壮年人口的负担非常的重 落干年之后 你会看到这个国家 或这个地区 它的劳动力即将会不足 那这样的一个现象 多出现在开发中的国家 像台湾像南韩 第三我们来看的是弹头型的国家 这样的一种人口类型 它其实显现出来的是 出生率跟死亡率都很低 而年龄层的分布情形呢 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把幼年跟老年人口加起来 它会趋近于壮年人口 事实上这是一个算蛮理想的人口结构状态哦 那么这时候的社会经济现象会呈现出来的是一个进入了超高龄的社会 而这样这样的一种社会形态哦 多发生在已开发的国家 比如说像日本 像瑞典 当然我们还要另外来介绍 移入行跟移出行 那么移入行哦 当然有男性移入跟女性移入 移出行呢 也有男性移出跟女性移出 我们首先先来看的是男性移入行 当这个人口结构的金字塔图呈现出这样子 有一个地方突然突出出去 表示什么呢 表示这个地方 这个这个国家或这个地区的社会 有大量的男性突然间移入了 那如果呈现一个凹状呢 表示什么呢 有男性大量移出 那我们现在看到女性的移入移出也是一样哦 如果你看到有一个部分突然间突出 那这个就是有很多的女性人口 突然间移入到这个地区来 那如果是女性凹一个凹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表示有女性人口大量的移出了 好那通常哦 你会发现到有大量的移入移出哦 通常是跟社会增加有关系 所以呃也许某一个地区 他的社会经济力不足 那么他的人口就会大量的移出 而有些地方他的就业几率高 那么或者是设了呃 科学园区加工出开出口区 那么他一时之间 他的人口就会大量的移入 那么我们也来整理一下哦 移出型跟移入型的这种人口金字塔类型 所呈现的意义有什么不同哦 所谓的移出型就是 本地的年轻男子或者是女子移出去了 那么本地年轻的人口 跟当当本地的年轻人口外移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他的幼年跟老年人口是偏高的 那再来说就是移入型了 外地的年轻男性或者是年轻的女性 突然间都移入了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说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新的开发区域 或者是这里就是工业区 所以他需要大量的劳工进入 因此呢 这些人移入了正好填补了劳动力的这个需求 使得劳动力比较充裕 好最后呢 我们要邀请同学尝试来做一个作业 请同学试着去收集一个小小的乡村 这个乡村你不用太大 可能他总人口数在五千人以内就可以了 好试着来分析一个小乡村 他的人口金字塔图 那我们要请同学来看哦 假设说你要分析的时候 你可以先做两种分析类型的决定哦 第一种是比较同一个地方不同时期的变化 比如说台湾在民国36年跟民国107年 同一个地方不同时期的变化 你可以这样去分析 当然你要先收集你的数据 那么今天我们要同学练习的是 比较同一个时期不同地区的差异 比如说你可以去比较民国107年 花莲县桃园市以及台北市这三个城市 那么他的人口金字 他结构到底呈现出什么样子 那假如你说这样还是太难的话 好吧 那你试着去挑选花莲桃园跟台北 他们自己这些县市当中 其中一个小区域的区域的人口金字塔图 然后再进行比较 这样也可以 或者你说这个都好累哦 我只能先干嘛 我只能先把一个小小的人村落 然后这个村落人口少于5000人的这样的一个 例子先把它做出来 那也是可以的 总之开始动起你的笔 动起你的手 然后开始收集数据 开始进行分析吧 现在跟着老师一起来 先把轴线画出来 然后把零值移到中间 再来把数值移出来 然后把百分比写出来 接下来把15个年龄的集聚 一一的把它标示出来 从零岁一直到70岁以上 好 接下来我们分出男女 好 左边是男生 右边是女生 用简蓝跟粉红色来代表 接着我们就像堆积木一样哦 把每一个年龄层的这个比例哦 把它一块一块的堆叠上来 好 分成男女 接下来画出了三个年龄层的这个类型 有幼年人口 壮年人口 老年人口 画好之后呢 这个比例图 这个人口金字塔图就完成了 你完成了吗 现在赶快去进行你的作业吧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更多更精彩的内容 尽情持续锁定中央研究院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